社和西市议会今天表决通过将限制大型露营车RV的停车地点 温柔权报道 今天市议会批准三项不同政策将限制大型RV停车地点 露营车里面的人过夜地点以及营地距离学校的距离 三所市型学校包括 Independence高州 Shirakara小学 位于Beriasa的Challenger学校 因为市府收到这三所学校最多对大型露营车的投诉 学生和家长表示他们上下学受到威胁 踩过针头步行去学校很不安全 在今天的市议会开放发言中 只有RV车主以及无家可归倡议者出席发言 他们表示被当皮球推来推去 这样的做法无疑将无家可归定为犯罪 或许车主不该靠近学校 但他们无处隔去 市长马汉则表示不是将无家可归者定为犯罪 而是划定不能进入的区域 并尽最大的努力将有幸的资源 集中在扩大民众可以进入的安全受管理的地方 发言后议会快速投票一致通过政策 市府将会脱掉违规停车的RV 在地区放置禁止停车标示 在张贴标志之前 市府交通部门必须进行安全评估 以及审查其他因素设立一个不准车内过夜停车区 那些在禁止停车区的车子将面临被托的风险 但是执法人员会心联系车主 让他们有机会移走 市府估计圣河西有850辆大型RV录影车 1500名居民可能会受到该政策的影响 26台记者万络全报道